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最终结果是李永浩战队和李宇春战队惨败 淘汰了颜文军和王天琪二位选手 而谢霆锋战队则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 接下来呢便是最为精彩的18禁酒导师混战 虽然节目还未正式开播 但10月12号完 中国好声音第一场导师混战已经录制完毕 接下来就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赛况 本篇内容主要透露的是谢霆锋战队曹阳的战况 本场比赛曹阳遇到的对手是李建战队的苏伟 最终曹阳以绝对优势获胜了 成功晋级到了全国九强 而李建战队的黑马苏伟则被正式淘汰 对于本场比赛曹阳的胜出我们完全不惊讶 不过对于苏伟来说呢 祭导师对决赛输给曹阳之后 本场比赛再次遇到曹阳且再次战败 无疑是相当尴尬的 回顾曹阳在前期比赛的历程可以说是惊喜不断 忙选的时候曹阳是最后一期出场 当时所有的导师战队皆已经满五人 因此学员们获得转身已经相当困难了 但是曹阳登台之后 以一首原创歌曲《威光》 获得了谢霆锋李建李宇春三位导师的转身 经过激烈的抢人 最终曹阳选择加入到谢霆锋战队 并用又一首的原创《走散》 击败谢霆锋战队已有学员谬苏 成功加入到谢霆锋战队 加入谢霆锋战队之后 导师对决赛 谢霆锋战队和李永浩战队进行PK的时候 曹阳被第一个派出场 对战李永浩战队的四转学员成星 最终曹阳用一首搁浅获胜了 并且创造了47比6的巨大票数差 最后一场导师对决赛 谢霆锋战队和李建战队争夺最强战队 谢霆锋又将曹阳第一个派出场 这次曹阳的对手是李建战队的苏卫 最终曹阳凭借一首慢慢获胜 并再次创造了41比12的巨大票数差 导师对决赛接连两场亦夸张的票数获胜之后 曹阳被无数的观众视为是冠军候选人 很多人认为曹阳将会是后期比赛当中 单英纯的最大对手 郭布奇然在18禁9的导师混战赛当中 曹阳继续创造不败奇迹 继导师对决赛战胜苏伟之后 导师混战第二次战胜了苏伟 正式晋级到了9强 其实曹阳参加好声音 对其他选手本身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已经是专业歌手的曹阳 对战其他选手本身就存在着不公 但好声音的舞台上回锅肉选手又不少 因此我们也无法去质疑其公正性 一切只能够靠选手自己的个人实力了 很明显按照曹阳的势头 晋级9强之后大概率会继续冲进决赛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最终进入到决赛的学员会有哪些 但曹阳绝对算一个 另外领剑战队的单英纯也算是一个 目前18禁9导师混战单英纯还没有比 但是进入到9强应该是没有悬念的 如果最终决赛是单英纯和曹阳争夺冠亚军 那么今年这一季好声音的总决赛 将会是近几年来最为精彩的一场 单英纯和曹阳两位唱功非凡的选手 一定能够让整个鸟巢为之沸腾起来 我们拭目以待 不过对于曹阳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那就是观众缘的问题 由于曹阳是周杰伦音乐剧 不能说的秘密的御用男主角 因此很多观众从忙选开始就质疑曹阳是关系户 这种质疑声也导致曹阳的人气一直上不去 其实经过了几场比赛之后 理性的观众都明白曹阳并非是什么关系户 每一场比赛取胜都是凭借故应的个人实力的 对于外部讲 周杰伦如果说这种能力保曹阳一路晋级 那也不至于参加了四季 都没能拿个冠军导师吧 所以对于曹阳 我们应该使用理性和尊重的眼光去看待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